下面我们要说的这条新闻依然和文化有关 最近在无限荆州上流传的一段视频 引发了荆州网友们的热情转发 视频当中一个来自荆州留学的巴基斯坦小伙子 现场学说荆州话逗乐了不少网友 上周呢我们对这位巴基斯坦的小伙子李珊做了电话采访 昨天呢李珊回到了荆州也跟我们的记者见了面 老板你好 这个包子好多钱啊 正在买包子的就是巴基斯坦小伙李珊 一口地道的荆州口音把老板娘逗得开怀大笑 我说我在这里三年了差不多四年了都不会讲荆州话 她竟然会 你是哪里的 我是广西的 李珊目前在长江大学读大四 在荆州的这四年时间里 她不仅学会了中文 而容目染下她还学会了不少荆州方言 我们中国人是放的这个叫什么 这就是怀文 我们正东西的这个呢 这就是盘鲁 盘鲁 这个名叫什么呢 这就是管 还会哪些荆州话 我会你喜欢了没的 这个东西好多钱啊 还有你在干母子 还有你到哪里可以啊 长江大学一共有五百多名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 不少留学生都会一些基本的中文 但像李珊这样还会说荆州话的学生并不多 你好 还有呢 还有你们新年怀的 他的中文数比你好一些 是他好学生 买东西的时候用美团 你还会用美团吗 是啊我会用 用美团就是菜会便宜一点对吧 对对对 还有就是主报上面平时买票 米路的时候用那个高地地图 李珊现在认识一千多个汉子 去年还通过了中文四级考试 除了从小对语言的热爱和天赋 更多的是源于他平时的刻苦学习 最难的地方就是十克四的问题知道吧 十克四 对对对 我在荆州的话 比方说我要我要这个东西 这就是十块钱 我给他们说十块钱 他们就懂我的意思 如果我到北京去了 他们就不懂我的意思 学习语言最重要的就是听说读写 除了通过课本和字典学习 李珊平时还爱听中文歌 也看了不少中国的影视节目 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个长城 就是电影 长城 长城 节目的话我看过就是 《非诚勿扰》我知道吧 那你最喜欢听的一首中文歌 是哪首 就是《朋友》 《朋友》 《朋友》 会唱 唱两句 在荆州的这几年 李珊结识了不少荆州朋友 上次他的朋友出于好玩 把他学荆州话的视频发到网上 却没想到意外走红 上周江岸峰节目一播出 他的好多朋友都高兴得不得了 留学四年 李珊早已经习惯了中国的饮食习惯 和生活方式 即将毕业的他 也打算继续留在中国 听说你还会写汉字是吧 是啊 我会写汉字 那我现在来考虑一下 来写我们栏目的名字 姜汉峰 姜是 姜就是长镜的姜 长镜的姜 对的 谢谢姜汉峰的观众朋友们 姜汉峰记者报道